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即市攻略》 嘉賓請來有耀才正圈研究部經理 直耀輝在這裡的Stanley早晨 馬刀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暫時升16點 報24745點 國企指數繼續跑人恆指 升48點 報11982點 大市成交暫時到78億 這節傾傾個別的股份762中聯通 公佈了上個月的移動上客量按月 見到跌了九成 情況似乎不太樂觀 至於3G和4G方面的用戶上客量 安月倒退了兩成三 情況大減了很多 見到今天的股價也要收押 現在跌超過百分之一 情況是否真的不樂觀 還是之前本身的iPhone等 數字令到基數大了 所以見到今個月回到來 就見到數字有倒退的情況 你說以一個叫做新增客戶的正增長的話 它只有大約八萬多 其實是真的很少 甚至乎翻查我自己的一些記錄 因為基本上我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將它們一些叫做每個月的 新增的上客量的數字 就自己記錄 這個統計都由2011年開始 其實如果以一個月來講 一個月新增的正客量 只有大約八萬多的話 應該是在一年打後是沒有試過的 所以反映這次的表現 也有一點而是令大家挺意外 因為真的你可以說是挺差的 也都反映到一個事實 似乎在現在TDLTE發牌後 FDDLTE未發牌之際 基本上在4G的市場 即是在數據移動的市場上 中電信也好 中聯通也好 都依然處於一個捱彈的狀態 事實上如果你看回這個版塊 之前都分析過很多次 如果以現時的趨勢上去看的話 TDLTE基本上是暫時理解 獨大的 你會看回即使以現時 在上年的時間 全中國大約有9,900萬左右的人 使用4G服務 但單單一間中移動 已經佔了大約9,000萬 你可以說剩下的900萬 就是中聯通 從中電信的掛分 但好未見到的狀況 就是現在在4G的發展上 中移動有一個絕對壟斷地位 因為FDDLTE至於一天都未發牌 所以你可以說暫時這個細頭 我想比較難去改變 因為現在的中聯通和中電信 我想等到這個牌 發出這個牌的時間 等到口水流了 但當然之前的時間 有些叫我傳聞 傳聞就是回到上星期 可能有機會在三天之內 發一個FDDLTE牌 不過我之前都潑了冷水 我很多人覺得 其實拍牌的機會 真的不大 當然對於另外兩間公司來算 即是中聯通和中電信 基本上越早發這個FDDLTE牌 意味著它們發揮的空間會大了 但現在既然牌還未發 似乎這個硬打的狀態 都會延續下去 不過今次來算 就是上一個月的4G 沒有4G 即上一個月的上下量方面 都真的少得很離譜 所以反映中聯通的股價 我都相信你說在 除非在短期內 真的有一個FDD發牌的消息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它的股價 是中環秒調整夠的 其實同樣的版本 是不是套下去 中電信來說都是一樣 你剛才也提及到 現在中移動方面 就是有一個獨大的情況 現在762也要挨打了 728是否現上都是這樣看 嚴格上 你可以說 如果以下業務的發展 中電信和中聯通 基本上兩者 叫做業務的相近性 比較大 因為中聯通也有了 一些顧望業務 包括一些寬大的業務 中電信也有做 所以之前有一個傳聞 提到兩者可能有一個 叫做合併的消息 就是原則上 業務上的情況是相類似的 原則上可以做這件事 當然實際上還不做 我都覺得機會不大 但你說中電信的情況 當然 中電信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業務 你真的可以說 顧望那邊的佔比也比較大 移動那邊的佔比 你可以說兩者來計 大概是簡單一點去想 一半一半坐緊 所以大家看中電信 反而不單單看移動那邊 應該看寬大那邊 而寬大那邊的增長 都做得比較穩定和理想 所以變相之下 反而 如果你純粹以業績上去看的話 反而我覺得 中電信的表現會相對比較平穩 但問題是 如果你純粹撥開這件事 在4G上的發展 中電信永遠都存在著一個問題 就是本身制式的不確定性 當然你說現在有一個混合網點去發展 但是究竟你對於中電信來計 哪一個才是最有理呢 我相信一都重要是要時間去再看 因為你說以國策的大方向 最好當然是用TDLTE 但問題是說 現在中移動已經做了這件事了 變相你說主導主打這個制式 但是中聯通和中電信 基本上你說FDD對他們的發展 發揮的空間相對是比較大 而且你本身的制式 一個是WCDMA 一個是CDMA2000 基本上那條路 基本上應該是朝著FDD的大方向去走的 所以變相之下 兩者之後的表現 我相信都真的要幾看看 究竟究竟什麼時候發覺FDD的牌 但是暫時在沒有消息的情況之下 這個捱打的狀態 應該還是會繼續下去 阿摩都看回一些消息說到 你剛才都提及到的 過去來說中移動一枝獨秀 在年底來說 4G用戶突破了9000萬 不過見到中電信的總經理 就出來說 希望今年用戶的數量增長目標 如果在移動用戶上是增增1.2億戶 至於4G來說 那個數量是增長了1億戶的 見到過了中移動 就是年底的9000萬的數字 你覺得是否可行 如果你說FDD真的發了這個牌 令到中移動不需要一枝獨秀的時候 會否可以真的達到1億戶 我覺得野心會太大 你說行不行 又沒有說不行 因為你看看中移動的例子 就是它將客戶由2G推上3G 由3G推上4G 你說其他的兩間公司 能否做這件事 機會都很存在 但是本身在內地方面 客戶的佔比中移動大多數 中聯通和中電信本身 其實客戶群都是1億多2億左右 你說要推到這麼多客戶 去做4G 最後一年的時間行不行 我自己就很有保留 所以你說中電信本身 當然你說它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方法 出奇制性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以現階段來說 我相信機會就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想 如果你問我的話 在4G的發展上 暫時來計算 都是中移動 是領頭群的角色 但是你知道發展上 你怎樣行 都很似乎說FDD 什麼時候發牌 是 好啊 似乎暫時口氣都很大 都未必 如果說FDD的牌照 未必發得出來的話 都未必可以做到這個目標 好啊 謝謝Stanley 跟我們的分析 我們看看整個版法 現在的造價先 見到中移動跌3毫 報106.4 至於中聯通跌 就埋近1%報13.1毫 而中電信暫時沒有升跌 報4.8毫9 謝謝Stanley剛才的分析 說的股份本身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直播環節